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1年,32岁的美国人约翰做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 他和他的妻子做理解很多人都想做,但很少有人敢做的事情 他们辞掉工作,卖掉了几乎全部的财产,开始环游世界 你可能以为,能做出这么潇洒的决定 约翰夫妇肯定早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 但其实,约翰夫妇的环球旅行礼并不包含五星级酒店或者豪华游艇这类费钱的项目 他们是背包客,每天的旅费只有40美元 尽管钱不多,旅途还是很精彩的 在那一年的时间里,约翰踏上了非洲的大草原 在泰国骑过大象,还登上了东方的万里长城 这些都是约翰一直以来的梦想 在旅途中,他渐渐不再为时间的流逝感到紧张 只觉得富足又轻松 欢迎来到天天读书会 每天听本好书,让思维来一次升级 今天我们解读的书是 世界尽头的咖啡馆 作者约翰,石崔勒基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当刚故事的主人公 旅行归来,约翰把自己一路上的见闻和感悟写成了一本小书 这本书他原本只是自费出版的,想要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没想到第一年就卖出了一万多册 随后一发不可收拾 渐渐成了世界级的畅销书 这本书被称为心理自主经典 如果你也对人生感到迷茫 或者找不到对生活的掌控感 那么不妨听一听这本书 在世界尽头的咖啡馆做一做 或许你也能找到答案 约翰是一个企业的普通白领 生活不算大富大贵 但也称得上顺风顺水 不过和大部分普通人一样 约翰也时常面临着家庭和工作上的烦心琐事 所有这一切对约翰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 好像没什么不好 但有时候他又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 这种缺了点什么的感觉 一直在约翰心里打转 有一天他突然决定暂时逃离工作 给自己放个假 约翰请了一周的假 开车出门去散心 现在他正驱车沿着周际公路前进 但没开出去多远就遇上了大堵车 现在约翰面临两个选择 一个是掉头另寻他路 一个是在公路上继续等待 在其他车主的一片抱怨声中 他的耐心终于被耗尽 最终决定掉转车头另寻出口 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 因为对路不熟 他开着开着却发现自己迷路了 他在路上瞎跑了一整天 直到晚上十点多才找到了一家咖啡馆 奇怪的是 这一家咖啡馆位于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约翰可管不了那么多 他又累又饿 只想找个地方歇歇脚 吃点东西 他走进咖啡馆 一位名叫凯西的女招待热情地接待了他 约翰终于放松了下来 可是这时候 他注意到这家咖啡馆的菜单有点奇怪 菜单的背面写着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为什么来这里 什么样的店家会问客人 你为什么来这里呢 当然是来吃东西的 约翰感到莫名其妙 他请凯西来解释一下 没想到 凯西的回答更让他摸不着头脑了 凯西对他说 这个问题你要是认真的问一问自己 你就不再是从前的你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约翰有点被吓着了 他低头在看菜单的时候 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那个印在菜单上的问题 从你为什么来这里 变成了我为什么来这里 约翰觉得这家咖啡馆非常诡异 就在这时候 凯西向约翰揭开了谜底 原来你为什么来这里 这个问题意思是 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为什么存在 而那个你字之所以会变成我字 是因为在那短短的几秒钟里 约翰不是简单的阅读纸上的问题 而是认真的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 故事讲到这儿 你可能觉得作者是不是有点故弄玄虚 为什么要编排这么一出神秘的情节呢 而且你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 等于是在问 人生的终极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么大的问题 谁又能马上回答得了呢 没错 在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上 不只是这本书的作者约翰 恐怕没有谁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约翰讲的这个故事 有一个巧妙的用意 他在提醒我们 要想找到人生的意义 你首先得像故事里的约翰那样 认真的向自己提问 可能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 在人生中的某些时刻 都曾经问过自己类似的问题 我来这世上走一遭到底是为了什么 究竟该怎么度过这一生 才算是有意义的 当然 这些问题太深了 刚开始会让人无从下手 只能突然地感到迷茫 所以很多人在一时的感慨过后 也就把问题抛到脑后 不再神究了 毕竟生活中还有大量更现实 更紧迫的问题 等着我们去解决 责任和欲望的洪流裹挟着我们 让我们无暇思考那些 过于奢侈的问题 但在世界尽头的咖啡馆里 约翰提醒我们别放弃 想下去 因为 当你开始认真地追问人生意义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会重新定义你的人生 故事里的凯西对此做了一番解释 她说 一旦你真的问出了那个问题 寻找答案就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你会发现 你早晨醒来冒出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那个问题 在接下来的一天中 你脑海里也会时不时闪过那个问题 它有点像一扇门 一旦你打开就很难再关上 作者约翰并没有说自己能回答所有人 理想的人生是什么 他只是告诉我们 真诚的追问是会产生后果的 一旦你真的被人生意义的问题困扰 你就会渐渐开始质疑日常所失的价值 在你的代办清单上有太多的事项 理直气壮地占用着你的时间 但其实 完成这些事项未必会让你更接近理想的人生 伴随着这样的质疑 你还会想起一些你一直想去做 但始终没有做的探索 对另一种人生的渴望会渐渐占据你的心智 你看 有时候你并不需要找到问题的答案 仅仅是问题本身就已经在帮助你做出取舍 指引你前进的方向了 这是约翰的这本书里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所谓的目标感 就是用真诚的困惑来指引你的人生 这种说法可能有些抽象 我们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办法来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呢 人生最重要的五件事 约翰在虚作重返世界尽头的咖啡馆里 提到了一种思考工具 它就是人生五件事 所谓的人生五件事 是约翰在游览非洲大草原时受到的启发 在非洲 约翰发现游客们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 叫The African Big Five 翻译过来就是非洲五大动物 这是游客们来到草原上最想看到的五种动物 这些动物都分散在草原上 不是那么容易看到 在游客们心里 要是一趟旅行就能把这五种动物都看全 这趟旅行就堪称完美 哪怕是只看到了两种 也算是不枉此行了 假如他们坐着越野车在草原上跑了好几天 最后一种动物都没看到 这趟旅行就是很遗憾的 约翰觉得这种思考方式很有意思 因为人生其实也像是这样一场旅行 就算我们想不清楚人生的意义 在我们的一生中也总有那么几件事 是我们特别想要追求的 假如我们站在人生的终点 回头看看过去的人生经历 发现那几件最想做的事情都实现了 那就不会有什么遗憾 这种心情就和那些一趟旅行 就看全了五种动物的游客一样 你可能觉得这个讲法 会不会有点太随便了 但其实约翰并不是唯一一个 主张用五件事来规划人生的人 我在这里把另一个故事分享给你 古神巴菲特有一个私人飞机驾驶员 叫弗林特 我们知道巴菲特的时间多之前 想跟他吃顿午餐都得拍卖 成交价动辄上千万美元 这个弗林特成天守着巴菲特 当然很想向他请教一些问题 有一次弗林特问巴菲特 应该怎么制定职业生涯的目标呢 巴菲特让他把职业生涯里 最想做到的二十五件事写下来 到这一步还没什么奇怪的 弗林特写下了二十五件事 接下来巴菲特让他把 其中最重要的五件圈出来 弗林特也照办了 巴菲特就问他 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弗林特心想 老爷子的意思挺清楚的 弗林特就跟巴菲特说 我知道了 我要先集中精力 完成这最重要的五件事 剩下的二十件不着急 我可以有空再做 慢慢把它们全都实现 巴菲特说 你只说对了一半 你要集中精力 做那最重要的五件事 剩下的二十件你应该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它们 不要在它们上面花费哪怕一丁点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巴菲特送给弗林特的建议 其实也是让他把全部的精力 都集中到最重要的人生五件事上来 假如你感觉人生意义这类的概念太过抽象 那你不妨换个思路想想看 由哪五件事重要到足以定义你的人生 人生五件事这个思考工具 可以帮助你给人生建立清晰的坐标 找到了目标 可生活中繁琐的是很多 我们该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呢 你可能会有所疑问 如果我的人生目标是退休后去环游世界 或者挣很多钱去买大别墅 显然现在是无法实现的 那又该怎么办呢 约翰也有所顾虑 他认为自己的人生意义 要到退休后才能实现 现在只好勤勉地打工存钱 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如何安排时间才能感到满足 我们回到约翰的故事 刚才我们说到 约翰被菜单上的问题吓住了 他和女招待凯西聊了好久 才搞明白菜单上的 你为什么来这里 这个问题 可是在这个问题下面 还有两个问题在等着他 菜单上的另外两个问题是 你害怕死亡吗 和你满足吗 这两个问题 本质上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他们问的都是 你应该怎么花费你的时间 才会感到满足 这个问题也不好回答 在书里作者约翰介凯西之口 被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很简单 说的是凯西有一次去潜水 在海里遇见了一只大海龟 凯西追着海龟游泳 想凑近点看看他 可是他发现 不管自己怎么拼命地游 总是跟不上海龟的速度 这让凯西有点惊讶 因为在他看来 海龟游泳并没有出什么力气 他只是偶尔懒洋洋地摆动四肢 更多时候都只是漂浮在水里 第二天 凯西仔细地研究了海龟的动作 他终于发现了海龟的秘密 原来海龟滑水可不是毫无章法 而是始终遵循着海水的运动规律 当水流的方向和海龟前进的方向相反 海龟只是稍微动一动肢体 让自己漂浮在原地 而当水流的方向调转过来 和海龟前进的方向一致 海龟就会加快速度滑水 乘着海潮快速前进 这样的游法既省力又高小 这个故事想要说明什么呢 当然不是为了向我们科普海龟如何游泳 在这个故事里 正向和反向的海水是一组比喻 所谓正向的海水指的是 哪些对我们达成人生目标有帮助的事情 而反向的海水 指的是和我们的目标无关的事情 凯西告诉约翰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 在用各式各样的手段占用我们的时间 他们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和网络 向我们推销各类商品和服务 试图让我们相信 把时间以及用时间挣来的钱 都花在这些商品和服务上 我们的人生就能获得圆满 但其实 这些东西中的绝大多数 都和我们人生的目标无关 它们只是反向的海浪 在我们向目标前进时 扰乱我们的方向 假如在这些东西上 花费了过多的时间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 自己在做所有人都在做的事情 或者别人希望我们做的事情 但这些事情未必是我们真正想做的 我们每天忙碌追求的东西 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还是我们仅仅是为了别人的肯定 是别人的目标呢 或者我们仅仅是为了亲人朋友的期待 每天活在他人的期待中呢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当然 尽管约翰是在提醒我们 要警惕消费主义的陷阱 不过 约翰并不是在简单地批判消费主义 他不抵制消费 也不觉得商品经济的逻辑有什么问题 在他看来 和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 消费真正危险的地方 在于他的盲目性 如果一个人对居住环境有很高的要求 那他努力挣钱 买一所宽敞舒适的房子 就完全是合理的 如果一个人一听到引擎的声音 就觉得兴奋 一坐进驾驶舱 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那拥有一辆漂亮的跑车 或许就是他的人生五件事之一 不过 假如他拥有这些昂贵的资产 只是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过得还不错 那他或许应该想想 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能更好地帮他实现人生的价值 你可以用同样的视角 看一看生活里其他的事 尤其是那些所有人都在做 所有人也都试图说服你去做的事 看看他们是不是值得你花费时间 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 他们和你的人生目标是否一致 他们能不能帮助你 实现你的人生五件事 对约翰来说 一个人能否度过满足的一生 只取决于一件事 这就是他有没有把人生中的每一个动作 都和自己最重要的心愿同意起来 只要始终清醒地向着目标前进 他就能从每时每刻的生活中 获得源源不绝的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甚至可以抵消 我们对衰老的恐惧 约翰相信 绝大多数的人未去衰老 只是因为他们还有太多的心愿未完成 尽管他们未必意识到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但他们还在内心最深处 盼望着另一种人生 不过因为受到返向浪的干扰 他们总是把自己的梦想遮蔽起来 一再地向后拖延 他们会告诉自己 再过几年 当我赚到足够的钱 或者当我退休了 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 我就能开始追求我想要的生活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 衰老令他们恐惧 就像一件任务的截止日期正在逼近 但任务却迟迟没有进展 而那些已经开始追寻梦想的人 只会全身心地投入生活 衰老并不能从他们手中搏走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满足 我们可以看看故事中 约翰是怎么做的 约翰的寻找人生意义之路 在故事里 约翰在一夜的长谈后离开了咖啡馆 他知道自己经历了一场奇遇 也知道生活将会发生改变 不过改变来的并不突然 刚开始约翰只是时常想起菜单上的第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来这里 他每天都会花不少时间思考这个问题 也会从别人的经验里寻找启发 他流行观察自己对各种事物的感受 发现自己很喜欢旅行 终于有一天 他鼓足勇气辞去了原先的工作 过上了旅行一年 工作一年的新生活 刚开始他对这种生活抱有不小的顾虑 他担心被职场抛弃 担心自己没法解释简历上 一年又一年的空窗期 担心这一年的收入 没法支持下一年的旅行 不过他渐渐地发现 他在旅途中学到的各种知识和技能 世界各国的语言和为人处事的能力 都让他能够更好地应对工作的挑战 他对来年旅行的期待 也成了他工作的动力源泉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 约翰在旅行和工作之间 找到了良好的平衡 约翰在书里分享的思考 其实未必有多深奥 他只是给了我们一些简单的提示 至于每个人的人生最重要的五件事 当然还得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 很多时候 我们会在纷繁的现实世界里迷失 陷入迷茫 而发现内心深处的本心 或许正是我们最需要的 恭喜你又读完一本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